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導 希望大家靈心去聆聽、去學習到這個方法 而可以應用在你自己的《茶經》 《茶經法》的特色是甚麼呢? 這裡講到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包括甚麼呢? 包括他的聖情、他的能力、他的智慧 所有他的質素 就是所有神的質素的《茶經法》 很多時候有《茶經》會說 我有甚麼需要 看《茶經》說我們如何祈禱、倚靠神 譬如說我們如何悔改、倚靠神、遵從神 這些都是對的,都是我們應該做的 但在每一句經文的背後 包含另一個訊息,就是神 一個業的神 神對我們的心態是怎樣 神如何關心我們 神如何在我們生命中造工 大概在我們自己的心意中有奇妙計劃 當我們明白神的心意 我們就會更加欣賞神、悠受神 我們讀了這個《茶經》之後 我現在可以解釋一下 《茶經法》的法人 《茶經法》的重要性 再一起讀三訊 被 alleviate Ten書二章九節 唯有你们是被简选的族类 是有君主的祭司 是圣起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啊 照你们出黑暗入其妙 光明者的彼得 这个讲到我们很特别的身份 我们是被简选的族类 神简选我们 成一个不同的族类 在旧约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的人 在新约的时候 所有信靠耶稣的人 是另一个族类 是有君尊 即是君王的祭司 是好像君王那样的 有这么专位的身份 祭司 将神带到人那里 是圣洁的国度脱离 这个世界的罪恶 是属于神的子民 是神自己独有的 我们是属于祂的 和祂的亲密关系 那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挂着了四个字 叫我们宣扬什么呢 乃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形容神 是怎样的神 英文我叫做noun phrase 是一个名词来的 不过它用一个很长的方形容 这个神是什么呢 召别人出离开黑暗入去这个很奇妙光明的位置 是谁呢 就是神 他不是只用神字 而是说呢 他可以说说 宣扬神的美德 就说完了 但是他就不用神字 就是说呢 是要我们出黑暗进入 这个很奇妙光明的位置的美德 这里说到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呢 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不是说给人听了 你怎样信耶稣 你怎样信耶稣 你怎样悔解 你怎样祈祷 七人神 这些都是要做的 这些其实是律法 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是当我们明白神是怎样的神 他怎样有恩典 这个是恩典 神是怎样的属性 怎样美好 我们更加会喜欢神 我时时都很喜欢神 我用了一个人的比喻 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妈妈在 妈妈呢 有几个妈妈呀 给手看看 有几个妈妈呀 好 多谢 好了 妈妈是不是用很多心机给子女的 是的 很多心机呀 无论是鸭片呀 煮饭呀 做她需要吃的东西 带来医生呀 跟她積冷衣呀 比如说積冷衣 你看到个儿子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都没什么不積冷衣 可能你现在有積 现在都不積 因为那些太便宜了 假设你積冷衣 就是需要 那你就有个心 受心思亡 关心她 又想为她整变冷衣 就可以去找冷衣 看看哪个冷衣的颜色 有些人 当然以前就更加不同 我太婆和我積冷衣 有很多衣 不同的衣 都在一起 整一件衣 三个一件衣 很小的时候穿的 是五眼六色的 她也是有心机地和我積 那又要看身材 合不合 试 又很有心机地積 然后试着穿 穿了之后 妈妈也很开心 而且子女肯穿也很开心 子女把她收起来 也不肯穿 妈妈觉得很失望 是否整个过程都有感觉 或者子女有很多的事情 譬如大了 结婚 你又很紧张 我写了 不知她的结婚对象如何 她的家庭生活如何 她的事情如何 是否都会想着 当然不是妈妈 不过通受神秘 保证是更加强的 父母都会的 当子女 不是说妈妈 多谢你送件冷衣 而是她说 妈妈你真是有心 你想到我需要 你就去找冷衣 你又慢慢去积 你又看看怎么积 你又试着衣服 你又很开心 我穿着你又很开心 如果我的子女会跟你这样说 你有什么感觉 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你不是只知道我的冷衣 而是你知道我的心 是不是我们都喜欢 知道人的心对我们 欣赏我们 是不是 我们喜不喜欢人 我们喜欢人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都是很多时候在这件事上 如果只是说 只是说给你吃 妈妈吃 我帮你了 行了 不要说太多 收声 快点 吃吧 吃吧 这样的时候 如果你大了 你的子女才叫你吃 吃吧 不要出声 听够了 听够了 那你的心会如何 没有伤心 人与人之间都是跟神一样 有些人跟神说话 神啊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常常说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就是要拿东西 如果我们跟神说 神啊 你真是好 我未信耶稣 你用很多不同的人 带我信耶稣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是不是有不同的人 带我去信耶稣 在背后有什么神的心 神的心就知道 我们会沉沦 他的心很挂心 他就感动这个人 带领他去传福音 当这个人传的时候 神就很欢喜 又会祝福这个人 然后你听的时候 是不是听着信耶稣 很少啊 多数都不信 神又会找另一个人 找另一个方法 去帮你信耶稣 结果有一天你信了 不过信了之后 又不太爱耶稣 有什么情况 有啊 神是不是又说 哎呀我不要你 这样也没用 是不是神这样 不是啊 他又会用各样的方法 用教导 用牧者 用弟兄姊妹 各样的方法去帮你 圣灵不断的感动 圣灵你都叫我们 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不只是当我们 未信耶稣 而是我们信耶稣之后 祂都不断地做 所以神对我们 很有心机 是不是很有心机 比妈妈的心机 大还是小 大多少 大多少 无限量 妈妈也很有限量 还有妈妈的能力 很有限量 但是神 是无可限量 如果我们 都想 我们的子女 对我们有回应 是不是神都很想 我们对他们有回应 因为圣经讲到 以神为乐的人 为什么神将你心所愿的字给你 如果一个人以神为乐 哇 神这么好 当你想的时候 我当然会想 为什么神用不同的人 带我信耶稣 在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智慧 用不同的书 不同的人所说的说话 带我信耶稣 然后我信耶稣之后 神要用不同的方法 感动我 使用人 有机会 来帮我灵灵改变 然后为我开路 让我有机会祝福人 这些全是神的脚落 是很多东西合起来的 神是会预备一个好好的太太 好的配合 她很有聪明智慧 她代人之物 很有聪明智慧 很多东西 很有分析的能力 她对我 是一个帮助 亦是给我很多的爱 这个都是神特别设计 这个设计从哪里开始呢 由她父母开始 因为她父母对她很有心 她爸爸 小小时就已经 一定抽时间 在星期日 一定带他们 去逛街 去旅行 总之 就是建立关系的 虽然她的工作很忙碌 但她都觉得 家庭关系非常重要 所以在她的心中 从小到大 她是一个被爱的人 和我长大完全不同 神预备她是一个被爱的 所以她很懂得我 神为我预备一个这样的好太太 亦都让我预备不同的事 神给我的聪明智慧提醒我 神会提醒我 大家有没有留意 神要提醒你 有没有 这些全部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空 去想想想神在你身上有什么心意 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作 你就多谢神 神啊你真是好 看圣经的时候 多看一些神的本性 神如何关心我们 神如何看我们 一会儿就会有些不同的经文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查经法》 虽然的观念是非常之简单 不只是发掘经文 而是发掘经文背后的说话 我用一句说话说 例如这样 有一个人坐牢 犯了错事 坐牢的时候 他妈妈写一封信给他 我真的很伤心 因为我都很想念你 我知道你犯了错 你都很不开心 我都很想你 知道你前面仍然有前路 当你出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美好的前路 那儿子看到的时候 可以说妈妈有这个心 他都想我好回 但他另一个看法就是 当我犯了法 被人抓去坐牢 我妈妈也没有放弃我 还在一个生命中有盼望 有信心 我将不会更加好 是否这样更加欣赏妈妈 我们都学习 其实你周围的人 有没有这么欣赏 你没有欣赏周围的人 我想问问你 有没有人欣赏你 很少 我想问 人是不太懂得欣赏的 你觉得人多数是懂得欣赏 人不懂得欣赏 人不懂得欣赏 不过我们自己更好 我们学习欣赏人 你就有这么多朋友 对不对 而且你学习欣赏神 你和神的关系更加好 还有享受神 很多人信耶稣就说 哎呀 礼拜日要上教堂 又要看圣经 又要祈祷 又要参加祈祷会 又要查经 很多事情要做 有些人是这样的想法 都是觉得要做 要做的时候就很惨 结婚也是 如果有个人说结婚 哎呀 真是 早知道不结婚 结婚又要洗衣 又要煮饭 又要煮多人 人家吃 人家有时又不回来吃 哎呀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哎呀 儿子也不听话 丈夫也不听话 又对我不好 如果他这样想 哎呀 真是很多事情 更多事情要做 这样想就觉得是一种重担 但如果关系里面有爱 他就说 虽然辛苦 但我辛苦得来 对方有回应 或者一起享受生命 是会很开心的 对吗 原来 我们欣赏和神的关系 令到我们更加享受神 就更加给神祝福和使用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有很和神很强烈的关系 非常强烈的关系 其中一个 我今天下午有个事务 粗练课程 就讲到一个人叫傅尔曼 是美国人 他和神的关系密切到如何呢 他说 这些不要伤害我的圣灵 他说是我的圣灵 他说是我的圣灵 他是很爱我 我很爱他 他是我的生命的一切 你不要伤害他 不要令到他忧伤 他说到我的一切就是神 我除了神 我什么都没有 这个人跟神的关系 那么密切 那么喜欢神 那么体重 他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说了其中一个后果 就是有一个牧师 他四天去报道 他有很多工作 他有上过天堂 他上过天堂 他跟耶稣玩水 他在天堂和耶稣玩水 他说从那一开始 耶稣就是我的朋友 不只是信耶稣 而是和耶稣的朋友 他说 我看过罪了我小孩的时候 我看着傅尔曼的罪 是如何呢 他说他都没有为那个人祈祷 有一个修女坐在轮椅上 他的手都屈曲了 坐在轮椅上 他说他看着他的手指 彈开 他说好像有人拉骨 是没有人跟他按手祈祷的 是他自己在神的强烈同在 当他亲近神 整个罪会就改变 然后这个人 手指全部伸直 然后人又伸直 然后在礼堂那里 走来走去 然后他上台就传备这字 即是说原来在神的强烈同在 神可以说祝福人 大家相不相信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个全能的神 还是些少能力的神 全能的神 在神里面是无限的 他也说到有人是盲的 在罪会就立刻感动 因为他经常带人去爱慕神 他就感动 然后又流眼泪 然后发觉看到东西 医生跟他说 他说你会盲的 还有你会死的 因为你的眼后面是有出血的 你的神经出血 你是会死的 他把他的儿子给他的姨妹 给他的姨妹 然后把衣服给他的妈妈 准备死的 因为医生说他要死 专家说他要死的 因为医生说他要死的 怎知道去到悔慢的罪会 是自动医好的 有些人又是不同的情况 坐轮椅 黑眼 盲 肿瘤会立刻痊癌 会痊癌 神可以这么大能 所以我们的神是否很厉害的神 是很厉害的神 我希望大家 时时都会宣扬这位神 那里 好 好了 我们现在会看一些经文 大家听完我说 觉得神是否很厉害 还有我们很爱 我们是否更多去想神是多好 更多去想想 发扬神属性查经话 你们有没有一起读 发挥神本性的美识 因点、圣洁、能力、智慧 我们怎样可以更享受神、重臣、得力和尊重神 左边就是发挥神的本性 他的本性多么美识 还有他的恩典 恩典就是他给我们不配的礼物 无条件的礼物 他的圣洁 包括他多么圣洁光明 他的能力、他的智慧 每一样都是极度美好的 然后我们的回应 我们怎样可以更加享受神 孙耶稣是享受的 还有你愿多亲近神 你祈祷会很舒服 是可以享受的 同神得力 和遵从祂和侍奉祂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享受神 有一天得着大的赏赐 你想想一生人都给神大戒祝福 使用 将来得着大的赏赐 想想 你想的时候 首先就是你喜欢神 享受神 我想问你 有两个人做工 一个人说 哎呀我要做多些 做多些 做多些 另一个人 这份工真好 我很享受做这份工 我很享受做每一样东西 我想问你 哪个人的果效更好 一个就是慢慢地做 一个就是 我很享受 享受我做的每一样东西 哪个人做得更好 后者 同样跟做人的关系都是一样的 一个就是整天慢慢地做 另一个就是 享受帮人 你喜欢哪个人帮你 慢慢地做 慢慢地 叫你做什么 知道你做什么 慢慢地跟进你 但另一个就是 享受帮你的 哪一个更加你 你喜欢 享受 就是说 原来当我们享受神 我们的生命更加得力 更加是 愿意做为神做的事 好了 这个经文就是说了一个 十二年血流的女人 她已经用了她的钱 而她是按照律法 是不解证的 是不可以摸人的 不可以碰人的 但是这个女人 为了要得医治 因为她很绝望 她就秘密地想去摸耶稣 不过摸耶稣的时候 一定都碰了很多其他人 当耶稣说谁摸她的时候 她就怕得不得了 因为她知道她犯了律法 她不敢出声 但后来说 耶稣说 总有人摸她 因为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 这人就认了 她认了的时候 她可能会怎样想呢 她可能会怎样想呢 大家想想想 我们读一读耶稣 跟她说一下 晚太九章有意识 耶稣转过来 看见她就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够要你 从那时候 女人就传完了 这奥耶稣说了三件事 女儿放心 你的信够要你 我想大家想想想 因为我不想只是我说 如果只是我说 你未必会记得 你要想想想 在这三个说话 背后耶稣有什么 她的心态是怎样的 她的性情是怎样的 我们看一看 她思想的经文 就是思想的表面 意思是思想背后 包括人和神 第一是 那个女人的心情是怎样的 第二 耶稣的心态是怎样的 然后耶稣的言语 显示她有什么心态 然后耶稣的福音 给我们什么帮助 我想问大家 大家不要介意 开声不要紧的 那女人的心情是怎样的 大小一点 很害怕 很害怕 因为怕耶稣 他干什么事 不潔症 走来找我 还有什么心情 他这么多年有病 会有什么心情 你说得对 这么多年有病 会有什么心情 你想想 憂鬱 憂鬱 听不到 不开心 没有盼望 不知道怎么办 在一个绝望的情况 会不会有健康自我形象 会不会有健康自我形象 不会 会觉得自卑 所以当耶稣问 谁说我 呼呼 他会这样反映 就是我怕 做起 呼 耶稣问我 真的干什么呢 是不是会怕怕 死了 我以为可以秘密 立即缩走 为什么耶稣问我 谁看我 哇 吓得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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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内疚 又觉得自己没有用 是不是 然后耶稣的心态 我想问大家 女儿 表示什么心态 意思是 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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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很想和我们 有什么关系 父女父子的关系 是一个密切的关系 对于这个女人耶稣,对于她是怎样呢? 无论两可,不要紧要,还是怎样呢? 爱她,紧张她,才叫她女儿,是吧? 放心,表示耶稣什么心态,他的性情是什么? 他关心他的什么?他知道他放心不放心? 不放心,第一,他知道,他知道之后 他是不是说,你放心不放心你的事? 是怎样呢?耶稣是怎样背影? 放心即是代表耶稣关不关心他的感觉 关心,即是他知道他不放心,所以耶稣说放心 好了,耶稣是不是说你要做十万样东西才能得救? 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 即是说是很简单,信是不是很简单? 信就是你相信,你依靠,你就得救 得到意志和得救 所以由这三句话,我们认识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我将它形容出来 他见到人就爱 他见到人就想祝福 而且他想和我们非常密切 真的好像你和你的子女那样的关系 他见到我们就想,我们都和他有这样的回应 他不是只想你,即有些人忍着信耶稣 又回到教堂,家里有祈祷 那就叫信耶稣 有些人以为只是一种仪式外面 但耶稣很想和我们有一种密切的关系 他也要关心你现在面对的困难 你的感觉,一切要关心 那这个神好不好? 我想问你,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 见到你,就喜欢你? 而且经常关心你的感觉 有多少个? 我想问你,有多少个? 见到你,就喜欢你 又关心你的感觉有多少? 很少,是吧? 而现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 那么紧张我们 又想和我们有密切关系 又关心我们的感觉 是不是好不好? 是非常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特别说这个经文呢? 我们一会儿还有其他经文 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不只是叫你 有些人看这个经文 就看到,你有信心就可以了 你有信心就可以了 你有得医治 重点就是,你有信心就可以了 是没有说神是怎样的神 就是他会看到这个经文 这个人很绝望 病很严重 没有希望 大家摸耶稣得医治 耶稣就说 女儿放心吧 放心,没有问题了 你一信就可以了 你多些信心 信靠神 有些人 就会只是说到你有信心 但我会说到 为什么我们有信心 会成为这麽大的事 因为神本身 就是很想和我们有个人的关系 他看错每一个微小的人 我想问你 这个女人是否微小 患了12年血流 还有很不舒服 很不自然 你想想 血流 常常流血 又软弱 又不方便 什么都不行 这个女人更加没有结婚 结婚也很惨 是一个很绝望的人 但是耶稣会不会说 这个人不要紧 可有可无 这些人都没什么用 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是说女儿 所以看到耶稣很亲切 关心他一个微小的人 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微小 有时会不会觉得自己微小 但耶稣说 你不是微小 你是宝贵的 因为我看错你 我看错你 就行 因为我是全能的神 神是全能的神 他看错我们 我们肯回应 是否全能了 全能了 全能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们全能了 耶稣全能了 放心 什么重担都可以放了 所以耶稣关心我们 耶稣说 不会了 这么烦 经常都低沉 经常都不开心的 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会说 放心吧 你来到我面前 你劳苦担重担 就可以得到释放的了 看耶稣原来有这么好的神 好了 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知道我接受女人内疚 耶稣会认他 感觉 就不定她的罪了 耶稣想与我们有亲情 耶稣有安慰我 医治大难 信便可以 而不是我们够好 这里 讲出我们之前讲的一些 其实都没有讲完 因为很多东西 如果我写 写这一段 可以写很多文字都可以 写出来形容神的心 第一 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有内疚 所以耶稣没有指责她 他知道她内疚 那个行入时被捉的妇人 耶稣也知道她内疚 耶稣没有她指责她 但耶稣让她知道她有罪 不要再犯罪 但耶稣是接纳的 他知道她内疚 他接受她 耶稣回应她的感觉 他不定她的罪 和耶稣想和她有亲情 密切的关系 所以你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求耶稣帮我什么 求耶稣帮我什么 不要只求 要求耶稣 耶稣我想拘捕你 我想亲近你 我喜欢你 可不可以用这些说话 你和你的孙子 通常人家和孙子隔代就好些 和子女子不听话 最初就好 不过大了就没我 但孙子通常都好些 你看到孙子会不会笑 很自然笑出来 我会不会说些东西 总之做些东西 总之表达你那种 喜欢的心 这就是因为 当一个人看到人物 没有对他抗拒 是会很欢喜的 但我们的神 无论我们是否抗拒 祂都是那么疼我们 都是那么爱我们 祂想和我们有亲情 所以你随时随你亲近神 不要只求你妈妈 而是和祂有亲情 好似你和孙子 或者你软爱的时候 说一句话 耶稣有你真是好 我喜欢和你一切 有你我就梅足 我就开心了 这些就是这么说 你的心愈快乐 我每次一想 其实我里面已经涌流起落 有神的同性带来起落 也带来医治 在我自己的事物里面 也有很多人不得医治 有很多神 其实有癌症就好了 神都可以使用 任何一个爱祂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神 很想和我们有亲情 和耶稣会安慰和医治 而我们信就行了 不是叫我们够好 可能我们下面就怎么回应 一起读一下 我们可以穿儿女亲亲神 可以放下内疚包袱 放心信靠神无限的恩典 就是怎样呢 好像子女亲阿神 亲近祂 还有放下内疚 包袱 那些重担 那些不开心 耶稣是否会搞定一切 但很多人就不信耶稣搞定 哎呀死了 就是这些人听话 哎呀我有很多事情 做就做得不好 哎呀不开心 死了 今晚睡得好不好呢 是否很多人都会睡觉的问题 哎呀身体又不知道怎么办 人呢就会担心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事情 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还有你先求神的国同女儿 这一切就会加给我们 就是神是会照顾我们 他会照顾麻将 会不会照顾我们 都会照顾我们 所以呢 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做好应该做的 我们就放心 放手 那你说我儿子明明听话 怎么放心呢 他是另一个人 可能不能够背着他的担心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愈放心 反而他儿子会折禄多些 有些人太紧张 反而他不喜欢听 我们愈放心 愈喜乐平衡 愈影响到他 但是有很多父母 就不是很紧张 常常都要他碰 要他碰 那他就会抗拒 所以我们愈轻松 反而我们的生命更加好 而且我们放心信靠神 神就凡事祝福了 好了 发愈神属性 茶经法人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就是我读 高度认识神的奇妙 帮助我们信靠神 尚信和宣告神一面 愈来愈喜乐我得 目的是什么呢 就叫我们能够高度认识神有多奇妙 你要多些时间去思想 其实你上网找 发愈神属性 或者茶经叶牧师 你就会见到我 用不同的经文说这个方法 以前我叫做发愈神圣情 有些可能还在 有些我改了 改了 改了一套 发愈神属性 你就找 属性 茶经 或者茶经 叶牧师在YouTube 那里 你就会见到我说不同的经文 你就会高度认识这个神有多奇妙 就帮助我们信靠他 既然神这么奇妙 他会搞定你一切 当将你的事交通 要我必什么 成全 但很多人就不会相信 哎 糟了 有些人敢说话 他也是不行的 哎 交道给神 他不行 意思是不行 就交道给神 交道给神 就是可能会死的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是绝路来的 就不会说 我们现在凡事交道神 神一定搞定 好笑说这句 我交道给神 神就搞定一起说好吗 我交道给神 神就搞定 神会不会搞定 神是会搞定的 但是不一定照我们的方式 神的方式好还是我们的方式好 神的方式好 你听话 神一定搞定你的生命 一定会将你的生命提升祝福 一定的 只要我们听话 不要在烦恼之中 而是整天感谢神 享受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更加喜欢神 更加得力了 好了 接着 认知神的奇缘 就帮助我们信教祂 又令到我们时宣 和宣告神的恩典 口就会常常说归耶稣 我的口整天都说归耶稣 因为我整天都觉得耶稣很好 所以我说真话 都会提到耶稣 那人会怎样呢 越来越多 喜乐和得力 你想想喜乐 喜乐 你会整个人享受生命 其实很多基督徒 是否一定会享受生命 有些人会觉得 很多事情要做 做的都做不好 都做得不好 都做得不好 又不增长 很多这些问题 金王求主帮助我们 看到这些三幅图 就是神有大力 神叫彼得 可以在水里走在上面 当他跌的时候 又够上来 然后神可以将其来 另外一个经文 哥伦多禅书二章九节 神为爱他的人 一起读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眼睛未曾看见 眼睛未曾听见 人心里面曾上到的 好了 我们一起读一下 人怎样会念得爱神 神怎样会想到人想不到的东西 神怎样预备到人不能预备的东西 神对人的心态是怎样 神怎样知道谁爱他 我问很多问题 第一就是 一个人 神爱他的人 预备这么多好东西 为何由不爱耶稣 而由爱耶稣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大家爱耶稣的程度有不同 有些爱一点 有些甚至爱耶稣很少 因为他只是想耶稣帮他 我们会不会爱 我想问你 如果一个人整天都关心你 你会爱他 会不会喜欢见到他 如果教堂有个人整天都关心你 你会不会喜欢见到他 神爱我们这么多 不过很多人说很抽象 爱得 你留心在一起抽象 你每天吃的东西好不好吃 喜不喜欢吃 是神特别做给你吃的 神做的那些是否比我们人整的那些 神做的那些 那些所有的食物都是很好吃的 神做的那些身体很奇妙 几十年都 你的车 通常都是十年年而已 我们人是几十年 整百年都可以 你照顾得好 是很特别的 我们身体每一年都很特别的 和圣灵感动我们 不断提醒我们 有没有经历这些 有没有 亲近的神有平安喜乐 这些都是神的细心的爱 所以我希望大家经常想到 神真的有很多好东西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回应神 爱神 为什么又会变成爱神呢 是因为神教他 是不是 是否自动会爱神的 不是 是圣灵感动 有时听到 打入你的心 你就会感动 你说我需要悔改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 神会改变人的心 但是呢 改变是否一直都听话 不是的 神又提醒我们 一直不断提 有没有发觉犯罪的时候 觉得不舒服 有没有 是谁在提醒你 神 神 圣灵提醒我们 所以你就多谢圣灵提醒我 我犯罪你就提醒我 然后 当我们有爱神 有没有觉得 譬如你真是全心宅爱神 爱神 那人开心了 会不会 那这也是神 让我们知道 你一亲近我 我就会给你量 给你 就会激励 那些人更加爱神 你越爱神 你越有高度的享受 好了 接着 他就说 神是爱人的 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那问题就是 神为什么会想到 人想不到的事情呢 人想到的事情多不多 人想到发明飞机 很聰明的 发明电脑 现在发明了一些无线 我们以前都不是的 要找一个人 有时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到 现在随时随地打架 都找到他 人都很聪明 不过 人的聪明 是否及神的聪明呢 不及 因为神所遇的一切 是超乎我所想象的 即是 神会想到一些 你会想不到的 我想都想不到 神是我愿意这么好的太太 有神就给了我不同的教导 譬如我刚刚讲这个教导 你觉得 对你有没有帮助 神的属性 发现经文里面 表达神这么好 是不是令到我们更加 大家喜欢神的 我觉得这个教导很重要 不是我的 是神给我的 是神教我的 神传给我的 那我就会告诉别人 希望多些人用这个方式 查经 如果你在这方面 你想进步 你可以接触我 如果你看完的影片 你都未学得到 你可以接触我 我是乐意帮助人 更加爱主和侍慕主 但是呢 如果无端八事的信息 就不要找我 但是呢 你是想在属灵上进步 你想侍慕神 我是乐意帮助的 然后神是会想到很多好的东西 神将很多好的东西 要传给我们 我在安静祈祷 那时候我安静祈祷 神就传递一些东西给我的 神就会教我怎么做 提我一些东西我没有做的 好了 神如何预备人不能预备的东西呢 神有能力 神真的很厉害 每个人一起做事 全世界每个人一起做事 不断为每一个信他的人预备 美好的事 美好的恩怜 神是能够颠够一切的事 我们不知道神为何会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神的而且祂有能力 是不是我们每个都同时感受到圣灵的感动 不会说他感动的时候 我感受不了 不会的 神可以同时帮助很多人 神能够预备 人想都想不到的事 他有这个能力 他会为你开路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 不可能的事就发生过 有没有经历过 没有想过的事 居然会发生 好了 跟着 神对人的心态是怎样 他真的很好 因为这里说 爱他的人 首先他知道 他怎样知道哪个爱他 因为神 我们讲到有句 他是你心中的虫 不过神不是虫 不过这句话 我是你心中的虫 神真是你心中 他知道你能力 他知道哪个爱神的 你爱神有多少神 知不知 知 有些人说 神我想要有些好处 神是知道的 但有个人以神的事为严 神是知道的 神知道这个人爱他 他会为他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眼睛未看过 耳朵未曾听见 就像我说 傅义慢 那些医治 那些骨会自己弹出来 也会有脚伸出来 有脚伸出来 有这样的神迹 有些人听到 觉得有可能 是真的有的 死人复活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都未曾想过 那么好 那爱耶稣 值不值 我想问大家 大家值不值 是值 超值 我想问你 你爱你的子女 你的阿孙 你的家人 你的配偶 是否得到同样的恩恋 没有什么 因为人是不懂得感恩的 当然 我们都是说 一定要爱他们 无论如何都爱他们 但如果你期望 他会给你一些好东西 你可能会失望很多次 但是神呢 当你爱他 你的心爱他 那你说 我不懂得爱 那你可以怎么做 神呀 我想爱你 不过不知道怎么爱你 你教我 神一定会教你 即是说 你不是要救好神才能 你只要说 神呀 我想学怎么做 我很多时候都会问神 神呀 我怎么说到哪里 我怎么帮这个人 我现在不是说话 说得太多 有时候我帮他 神他提醒我 不要说太多了 他不太接受 有时候祈祷也是 有些人就站下去 有些人就叫我停一停 神会带领我们 神就是一个这么好的神 你听祂说 祂就会提升你的生命 有些人说 不行了 我已经年纪大了 知识不好 我都是不行的 我想告诉大家 很多带领 大奉行带领 很多人信主的人 本身的知识是非常低 学识是非常少 但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提升他 有些人就说 我都是不行的了 我怎么可以 我住在乡村地方 我都是 在乡村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生 我想说 每一个人 无论你有多卑微 当你肯听神话 你都可以被提升 我曾经试过 有一次 我在教会 有个妻子来我们 来一次 我跟她说 她说她如何爱住 如何存呼 我听完都觉得很激烈 我就请这个妻子 在崇拜 分享 鼓励其他人 一个平凡的人 一个年纪大的 好像觉得没什么用 但她有神的生命 她的生命就会将变出来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年龄 你去到什么位置 只要你是亲近神 你的说话就会影响人 神就会为你预备 你想到没想过的好事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你想到没想到的好事 有没有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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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 我试过差不多撞车死了 那辆车离开我很短距离 我直接觉得没可能 但那辆车忽然间 忽然间到最后一阵 她会转走 因为那里没有地方转走 怎样可以转走 我都以为立即上天堂 但神恩待我 也试过 我弟弟拿着剪刀 我一旦跌落地下 剪刀撞到我的眼旁 否则我已经盲了 我试过行山 有一支朋友刺 一旦跌落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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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这样的神 我的眼睛凹落地下 你有没有留意这种东西 如果眼睛凸出来 一旦跌落地下 一旦跌落地下 但我的眼睛凹落地下 这是神的恩典 这些一切我经常都记住 大家有没有记住 我们记住神的恩典 因为祂为你预备的是 有没有想过的好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 你就想 神怎知我爱祂 你看这个经文 神爱祂的预备 祂怎知我爱祂 祂是要记住的 神记住这个爱祂 圣经说 你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不能不得 神一定会赏你 我希望大家多看圣经 和记住圣经 为何我记住圣经 我喜欢圣经 所以我看了圣经 所以很容易记得 圣经说 不能不得上次 原来我们在一个小子身上 都不能不得上次 我想问你 给一个人一杯凉水 是否容易 是很容易 就是表达爱耶稣 我去帮一个人 就算给了一杯凉水 神都会喜欢 你有时见到人走路 走路走得很辛苦 你说 你想喝一杯水 你们住在乡村地方 有时的人走路 你想喝一杯水 你喝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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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 我喝一杯水 你告诉他 因为耶稣很好 所以我送一杯水给你喝 那就可以传福音 有时你见到人很辛苦 有时有些认识的人都有 有些村民走过 很辛苦 想喝一杯水 我可以一起吃过瓜 他很开心 为什么你会请我吃东西 这也是我们爱的表达 你做在他心上 你会说 他听过耶稣 耶稣会怎样 你什么 不能 不得 什么 想赐 即是原来 你用任何行动去爱神 去爱人 那神会做什么 他就会为你预备 你眼都没看过的好东西 你耳朵都没听过的好东西 还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好东西 会在你身上发生 我想问你 神这句话是否随意说的 他真的会做的 他会真的做的 他会真的做的 他会真的做 你信不信这个神是真的做的 我给大家知道 我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经历了无限量的事情 在我初上主 我已经很爱主 我已经开始奉献 受一奉献 中心的整天传福音 神就说我预备给一个机会 读很多书 我家里很穷 我是没有机会读到很多书 但是神就给了一个机会 去到外国 不是我去找机会 是神给了我机会 让我有很多机会学习 很多东西 就是神就为爱他人 预备很多好东西 那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神是知道哪个爱他 他会记住哪个爱他 他一定会祝福他 而他的祝福是超乎人的想象 他是有丰富的想象力 他能够想象人想不到的东西 他也有能力给到一些 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东西 他也有能力给你 这个经文量讲 神是一个这么欣赏的神 他会将好东西给神 给人的神 他是一个慷慨的神 是不是很好 非常好 希望大家看圣经 就会更多去看神背后 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读上面的字 神的创作性 一起读 能预备最奇妙的 神极慷慨 想将极好的自负人 神刹看人内心 知道谁爱他不能隐藏 神记念我极大想自烦爱他的人 人能爱神都是神的感动 所以说了神的一边 作为本性 神很有创作性 神能够预备最奇妙 他很慷慨 他能够将最好的给人 他很乐意给人 神会看到人的灰心 神会看到人的灰心 神会知道你的灰心是怎样的 神会知道谁爱他 是不能隐藏的 神没有人知道你爱他也不重要 神会明白的 神会祈了 以及極大的賞賜凡愛的人 他會極大的賞賜力 你一定會報復 人能的愛神都是神感動 其實我們愛神都是神感動 我們回應他 我們的生命就提升了 好了 下面怎樣回應他呢 一起讀一下 感激神的愛能預備 專心愛神 每步是極大 深信不能逃絕神的眼目 第一就是感激神的愛 我們和預備 想都沒有想過的禮物 神真的好 我就很感激神 希望大家像我一樣 我經常都是這樣 多謝耶穌 你都說我真是真心 神神 你真是好 我看到什麼我都喜歡 我看到後面那些花草樹木 我看到我都覺得很美 我看到你們又覺得很美 因為你們有心去學神的說話 你對神有回應 我又覺得很美麗 因為神賜給你這個生命 然後第二點就是 我們專心愛神的回報是很大的 這個世界上每一件事的回報更加大 有些人說 養子是甚麼呢 防老 不過我想問是否一定可以的呢 有事不行的 你不如祝福人 你去做神父這件事 愛神就真的是防老了 因為神會照顧你 神會照顧你 就是防老了 然後深信不能逃神的眼目 有些人就說 你講也好 我都不愛神的了 我都是愛自己的 你不走得掉神的眼目 神知道誰會愛他 神知道你信耶穌 是只想自己 還是你想祝福人 你會不會想 你的生命去祝福人 帶了人上天堂 想走 你不要以為你不行 當你每天都看到神的愛 你就不能夠帶了人上天堂了 將來你上天堂 很多人就會多謝你 耶穌就會多謝你 我再講這個 這個就快點了 《勞家坡》12章6節一起讀一下 五個華獎不是賣二分銀子嗎 但在十年前一個有一旁記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不要懼怕 你會被他的華獎還貴重 你猜過是誰 你猜過是誰 袁牧師你那時候的頭髮很多 你現在的頭髮那麼少 神有沒有數過 不過不要緊 頭髮那麼多用 神也數過 神知道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一定會 年紀大一定有改變 每個人都有改變 每個人都會有改變 不過不要緊 什麼都在神的眼中 在神看著的 五隻蠻獎 賣兩分銀子 很值錢 現在都會賣麻雀 那時候可能他們有 但我們那時候 哪不是賣麻雀 在神以前一個也不忘記 那你會問一個問題 下面那裡讀一讀 麻雀 為什麼為何神記帳 那就是麻雀 還有極多其他生物 為何神會掃頭髮 就是說 這麼多麻雀 為何會有空去掃呢 神會不會有空去掃頭呢 還有很多生物 掃麻雀 那你掃蟲仔也掃了 什麼鳥仔、花仔 什麼都掃了 小孩子掃了 為何神這麼有空 神就是祂顧了祂所有的創造 一切的創造祂都會顧你 所以這個世界 如果不是人搞亂 是很好的 其實我小時候住在粉麗 那時候的粉麗和現在已經很相同 我小時候粉麗 那個溪仔有乳仔 那我就在那裡 就是覺得很有趣 有龜仔有乳仔 有很多鋪票在那裡 很欣賞 很喜歡的 我看到周圍的花草樹木 我都很喜歡 神做這個世界很有秩序 每一種生物 祂又會照顧另一種生物的食物 就會有一個食物鏈 維持這個世界的美好 神就會照顧所有的生物 他們都會搞定 有些這樣的情況 我聽過那些季後鳥 香港有沒有季後鳥 有啊 到了冬天 尤其是冬天 有很多季後鳥飛來的 這些季後鳥他們很特別 他飛到那個地方 我們看那個國家地理的電視節目 他就說到 他飛到那裡 剛剛就是那些魚繁殖的時候 他就有食物了 吃完他又飛去別處 又有別處食物 神做本來是全部都安排得很好 連那些鳥仔飛到那裡 那類的食物都會這樣 就算那些鯊魚 又有很遠去到那裡 就剛剛在那裡 有些食物在那裡 那他就吃 靜然就走了 神的預備是非常奇妙 他掛念每一種生物 如果神掛念生物掛念得這麼好 譬如那些三文魚 三文魚很特別 他嬰兒的時候 他離開那條河 他生在河的源頭 那個地方那條小魚走下來 游到水道 你想想游泳 那麼多水 那裡是哪裏 真的不知道哪裏是哪裏 你出了海 游到很遠 有些游到一千里路 或者超過一千里路 到三彈 他又會走回來 為何會不會都會回到那裏 雖然有人捉 有些蟲 他走去捉他 他依然會跳上那些水壩 那裏是神所設計的 是很特別的 而且龜也很特別的 有些海龜 就會在同一晚 不知為何這麼多隻龜 同一晚就爬上 往那裏生蛋 於是他們枯化 就會同一晚有很多龜生出來 所以他們隨便下水時 去枯化的時候 有些動物就會走來吃 不過因為有很多隻 所以總有一些咒 就可以生存 那為何牠們沒有龜隻隻 就會怎樣串連 因為過天那晚就可以生蛋 這些是否很奇妙 神會照顧這些生物這麼好 而且我吃東西 我覺得很特別 神是做羅漢果 大家有沒有用羅漢果 神會做羅漢果 有很多種木瓜 有很多種滋潤的感覺 雪耳木瓜 大家聽完要不要回去敲 有很多種食物 真的很好 我們都會欣賞 因為神特別要切雞 神會照顧這些生物 會不會照顧我們 而且何況那些愛牠的人 是否更加預備 所以這個是給我們 有一個信心 會變成神念 麻將 連蟲子都照顧 其實蟲子都很重要 不過將來每天 就可能蟲子過量 因為蟲子死了很多 蟲子是會保持蟲子 但你別以為蟲子沒有用 蟲是有用的 蟲會吃了很多的東西 如果那些東西沒有被吃 就會負難 這些都是神用細菌 都是那些東西 令到牠 如果沒有那些細菌 就會更加 那些食物會變壞更加惡毒 就是牠會把牠吃掉 那這些都是神做的奇妙的設計 我們多謝天父 好了 上面那裡一起說 神關心每隻動物 神關心我們所有的神 神的本性是甚麼 我們的母性 媽媽的母性是強的 所以通常來說 家裡有沒有東西吃 媽媽記得多些 通常有些爸爸 不是那個爸爸 有些爸爸 叫錯兒子 沒有人也有 生了很多個 有些兒子在讀甚麼書 也忘記了 有些會這樣 因為神做男性 是看重事情 所以牠是看重做的事情 但是女性 如果神做男女 也是這樣 那個媽媽也是這樣 大乘大乘 又不理那些兒子 那些兒子 真是餓親 都不知道的 但是媽媽總記得 就算他要上班 他記住兒子 今天發燒 有甚麼事 爸爸可能忘記了 兒子發燒 媽媽是會記住兒子 有些甚麼生日無日 他會跟進的 這就是 神有這個心 所以我們心上是甚麼 神掛著我們每一個人 一起說 神掛著我們每一個人 他很想幫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知道神掛著我們 我們需要擔心嗎 不用擔心 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祂會掛著每一個生物 亦都會掛著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愛祂的人 更為祂預備 眼睛未曾 看見 眼睛未曾 聽見 眼睛未曾 聽見 眼睛未曾 想到的東西 原來神是一個 那麼存備的神 一個那麼有心的神 經常掛著我們的神 是不是很好 所以當我們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神會掛念這些麻將 就是神的心 是很有掛念的心的 神經常掛著我們的 Peace 我講這個經文 我不會看 聖靈來到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神 會自己責備自己 即是說 聖靈知道我們的心是甚麼 祂會知道我們的心是甚麼 祂會提醒我們 祂不會由我們自己 就墮落 祂會提醒我們 就算基督徒不聽話 祂不會放棄 祂會繼續感動我們 是不是很好 我們的神 是不放棄我們的神 是永遠想到我們 所以我們看甚麼經文 經常都會想 神 祂的心是甚麼 大家今天聽我說 有沒有覺得 神的心真的很好 神怎樣掛念我們 神怎樣拯救我們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 怎樣過一步幫我們 我希望大家 時時有空去留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加在神 看聖經的時候 去發揚神的屬性 好了 下面有我們的回應 深信神肯關心生物 深信神更關心我 我時肯保貴神的幫助我 即是我們會對神有信心 即是我們看到甚麼經文 我們都會對神有信心 譬如我先說過經文 就是說 如果無論何人 因為門徒的名字 把一杯涼水給者 小子女的一個渴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上次 我們看這個經文 我們就記住 原來神知道我做甚麼 還有聖經也說到 神知道你的心魂 譬如聖經說 那些樂捐人 樂意奉獻的人 神是能夠將所有各樣的 封城的一面 叫他多行各樣善事 即是神是知道人的心 神知道你做甚麼的小事 即是神是甚麼都知道 不過祂不是八卦 祂是幫我們 祂會提升我們 祂會給力量 祂會欣賞我們 祂會賞賞我們 是否當你遠認識神 永遠覺得好 所以大家有空回去 想一下 神如何救我 神如何用不同的人救我 神如何提升我的生命 神如何欣賞我 神如何給我不同的恩賜 神如何使用我 帶領人信主 神如何將平安喜樂 我親人神就有平安喜樂 我便有動力 當我們大家多想這些 我們的心就會因神 回足快樂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個經文又顯出神是甚麼屬性 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這個經文是詩經十六篇 八節九節 我將耶和尚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當我們親近神 將耶和尚擺在我面前 我就不知遙動 我的心就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神是一個令人舒服的神 神是一個很舒服的神 有些人去到天堂回來 他說真的很舒服 很開心 他說入那個生命河 是怎樣的呢 他說平時的水不會入你裡面 但是生命河 天上的生命河 神的喜樂和愛就會湧入你裡面 所以入那些生命河 哇 哇 還不想有些東西進來 天堂是好到不得了的 神就是好到不得了 他說見到那些花棗樹 有一種光輝的 還有會溝通的 那些花棗樹 會稱讚你神 可以跟我們溝通的 天堂是否好到不得了 因為神就是好到不得了 他有無限的美善 有恩惠 有恩惠 有慈愛 不輕易發露 不長久窄備 他有很多恩惠 我們就想到神的屬性 跟人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可不可以欣賞神 可以 喜歡神 你查聖經多些想神的屬性 你就會更加歡喜 我們一起起床 我和大家一個短短的讚美報告 讓我們享受神 喜歡神 是否要用這個 好 好 well 好 我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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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跟着我通常都重复记录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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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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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我 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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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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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